好了 鄉親繼續來看疫情相關的消息 這個農曆過年 減育的措施 七天跟七天的縫案 12月十四就要開始來實施 但是雖然經過 三次的病例一直在增加 支揮中心的專家 小組說 這一波的病徑 一定要照顧好事 他們的建議 最好也是要 計理十四天比較安全 當時提出一定要來煮疫苗 支揮中心在台北車頭 小煮時 來煮時又送禮館 這交過人是應酬 順利把人吹出來註冊 尤其是七十五歲以上的中輩價 這個註冊率 開始是提升了 台灣本土連33天 沒有本土還暗 不過境外人 所衰在增加 連專家小組 在兵營 都懷疑 存在環境的疫情 如果是可以十四天好好 計理才是最好的政策 以防疫的那個觀點來看的話 七加七是比較大的一個風險 如果防疫離反過的話 應該是十四天的隔離 是比較可行的 但是在實務上 我們知道說有的人沒有辦法 因為現實過日本 案的七家七 可營民眾的主流 也減是台灣的方法 雖然疫苗被改了留守達標 不過指揮中心 專家小組新聞 李平言說民進變政策 都不能再外國 全體免疫 大家都要住疫苗 當病毒出現的時候 你馬上輕輕免疫的效果 就是打折扣或甚至消失 有疫苗引起的免疫力 所以並沒有辦法保證 你不會帶病毒傳給別人 為了政策 疫苗的注射率 指揮中心在台北車站 政策 注射站 國安嬤推出 領雷管的好康 個人政策 七十五歲以上的注射率 第一隻負責率 在十一月最終的兩禮拜 只有政策0.2% 不過在十二月 指揮中心 現政策到七十三.7% 連第二隻也有政策 感染庫醫生 恩國賓認為百慈婦 應該架開 未定的注射站 減少人條 加上過去導致流感的經驗 沒有安全性的問題 不過也有精神醫生 有不一樣的意見 十二月指揮到 和十二月十二 都有五萬多的莫德納疫苗告知 不然這次的疫苗政策 可以增加疫苗的注射率 拼命討借